第十一章 以罗事 以罗事是雅各的儿子 他在父亲去世之后保管一些页片 并继续写这些记录 有一天 以罗事去到森林打猎 他思考着他父亲教导他的事 而且希望自己的罪能够得到宽恕 以罗事跪下来向神祈祷 他祈祷了一整日 夜晚来临都没停止 神对以罗事说 由于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他的罪已经得到宽恕了 以罗事希望主能够祝福尼废人 并为他们祈祷 主就说 如果他们遵守他的戒命 他就会祝福他们 以罗事又希望主能够祝福拉曼人 他很有信心地为他们祷告 主亦答应会按照以罗事的祈求祝福他们 虽然拉曼人攻击尼废人 想毁坏他们的记录 但以罗事还会祈求神 令他们成为正义的人 以罗事祈求神能够保护他所保管的记录 主答应有一天 他会赐给拉曼人 纪录上的教导 以罗事向尼废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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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